端午节即将到来 平山里和平山社区 共同举办了种下庆端阳 欢喜隆中来 既节能减碳宣导活动 活动结合社区 爱心妈妈与企业的力量 分送种子给独居老人 种地收入户等弱势团体 期盼能够抛砖引玉 吸引各界更加关心弱势族群 办这个端午节的活动 希望借由爱心妈妈 结合这个社区 结合企业家的力量 来共同来关心我们这些 弱势的团体 独居老人 中低收入也好 这种热室的团体 希望他们也有这种过节的气氛 当然希望借由这个 抛砖引玉这个动作 能够让更多的社会人士 社会企业 来关心我们这一个 弱势的团体 爱心妈妈们辛苦包的种子 除了分发给弱势团体做爱心外 也将开放给民众认购 金额将赞助社区的经营经费 以便日后举办更多公益活动 感谢社区妈妈的投入 我们总共包了将近八千颗的种子 一方面要送给低收入户 独居老人 这些弱势团体 一方面也给我们李明来认购 来赞助我们的社区经费 因为我们社区也经常办一些公益性的活动 比如说关怀据典的设立 这些都需要一些经费来预助 所以说今天要办这个活动 就是要让大家共同来参与 议员蔡宗志表示 现场活动内容相当丰富 有直拍轮 舞蹈 萨克斯风等等 议员也感谢里长与李市长的用心 很欢迎来参加我们平山里和平山社区 一同基盘的端午家节包种子 在这里端午节也要跟总体来心 祝好我们这些乡亲市团 端午家节愉快 今天我们平山里办这个活动 要跟一些肉粽 送一些地缩路 也很感谢我们理事长和理长 两个很荣幸来为这些方式去打拼 今天也拍了很多活动 也有我们社区的支拍轮活动 跟我们的拍舞 都在现场表演 还有邀请到我们南岛市长和国小 萨克斯风也来现场演造 平山里与平山社区 共同举办的端午节活动 不但集结了大家的爱心 一起响应公益活动 透过这个活动也凝聚了所有里民的情感 期盼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能够一直举办下去 民意新闻林嘉惠南投采访报道